我是中大讀Year Two 我是一个视障的同学 我在十五岁开始就看不到东西 医学上面我都不是叫全失明的 就是严重视障 在眼前就是白雪雪的 就是分到一夜 还有好像有个五何沙玻璃盖着 在新年之后 学校就宣布用online去上课 这个学期比较特别 就是可能有些课 我只见过老师一次 加上可能班的尺寸比较大 老师都未必记得有个SEN的童话 有时候他很顺手 就分享一个视频 给一些资料同学看 他就expect同学就这样看了 他就那几分钟里面就不说话了 看完就一路一路下去 其实那几分钟我就未必知道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个我遇到的更加技术的问题 就是我用一个发声的软件 去平时操控我的电话 电脑 他就把萤幕上的文字读给我 那变成了我在Zoom上面 有时候有些同学 会在checkbox打些文字 又或者有时候有些同学 其实是很自由 会很进出 Linda A has joined the meeting Peter Lee has joined the meeting 那他又会提示 有谁进来 谁出了去 如果那个班有整 八十个至一百个同学 有个老师问 OK 听到我说话 接着 只有有三十个同学 同时间说yes的时候 Peter Lee to everyone Yan to everyone Yes Linda to everyone Tom to everyone Yes 一路一路弹出来 就真的好像一个浪 蓋起来 我都未听完一条讯息 已经飞了去第二 可能第二条讯息 这些声音 彈出来 就蓋起老师 现场讲话的声 我要听书 突然听那些发声系统 通常就先关掉发声系统 那我就集中听着老师讲话 那虽然刚才说 就遇到的问题都挺多 但是同时间我得到的帮助也不少 这两个几月里 学生事务署 其实他都举行了两次的议会 都会打电话 问我们 其实实际上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可能未来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疫情就令到我们很多方面都要作出改变 在开始的时候都一定很不适应 但是我经历了很多人都帮我手 所以我都很相信大家互相提出 互相帮助 我们大家都可以很快地捱过这个疫情 担心得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